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 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歡迎加入IG 每日限時都在可發問單日復盤個股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 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我是Norad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 聯羊3.014 那一樣是觀眾留言的個股 那我一樣會從日線、週線、月線 然後分別去看一下他有沒有一些形態 那當然有的真的就沒有什麼形態 所以就是會簡單的帶過啦 對會簡單的帶過 那一樣就是參考看看 對參考看 那我就是用自己的方式 你們可以自己去搭配一些基本面 或是一些籌碼面的相關的一些 呃...資訊 然後去操作 好我們就直接來開始 然後這一次我就沒有把線刪掉 對因為... 有點懶得再去回想我畫了什麼 哈哈... 對然後目前的情況 對目前一樣我們從最高點嗎 一路畫下來 那可以知道說大概在今年大概2月23號 然後微高點之後呢 經過了這個3月23號這邊算是第三個點吧 我們就把它當作第三個點之後一路崩跌嘛 對第三個點就是壓力我說會比較大的嘛 那也是我們做空跟做多 對是最好的一個切入的點 那做多一樣嘛 就是我們一定要一個位置 兩個位置 一...二...兩點 然後連成一條線之後 在第三個位置的時候去介入是一個... 街度的方式 那做空就是這樣子啊 做空就是反向箱子啊 好... 那目前呢拉遠一點可以看到他比較大級別 也是從底部這邊上來嘛 遇到壓力反壓 上去之後 撐盤上去 然後再做一次支撐 所以可以很明顯的知道說 大概這個範圍啦 我就抓一個方框這樣的範圍 那他這一波跌下來 4月27號最低是92.5 其實說實在這邊的位置其實是... 算是還不錯的 這一個... 可以去... 承接的位置嘛 對去承接的位置 那這邊也是這樣子 做了一次... 欸算是二次嘛 二次反... 二次的反彈上來之後呢 欸這邊就開始變得比較稍微強勢一點 這邊回彈呢 就可以發現說他是越來越高嘛 底底高 那也只有兩次的底底高之後 在這一周就往上一噴啦 對那往上一噴呢 假設是我有做進場的話 我會拉到這個位置 大概100塊的地方呢 是他曾經這邊疊下來之後 開始有做震彈嘛 所以這邊是一個... 呃原來是支撐啊 就變成壓力嘛 所以說目前的這一波呢 欸等待他回調到100 或許還有機會 欸上去到107 對107是主要抓前面的這個缺口 還有前面這兩根 對那但是啊 我先講但是 其實他在過往的前面的這一段呢 可以發現說他其實是 這邊是一個支撐的位置嘛 這邊 這個點 這個點 對我們沒有把他畫起來 我們這邊把他畫起來 這樣子的位置嘛 所以說這一波上來呢 對不對 然後這一次的比較回踩 應該就是這一根吧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中 那個2月22號這一根 欸來一個探... 呃算是回踩之後 就拉出一個新高點 那之後呢 他疊啊 他疊得很兇 對他疊得很兇 這個2月25號這個是 爆最...爆最大量的位置 所以 我真的覺得說這一波反彈 有機會他到達了大概這個位置 然後就會做反壓 那你就要去思考一下 你要去思考接什麼 這邊拉上去 雖然你看我畫面 感覺好像有... 呃...大概我一根... 呃...一根手指頭的兩節吧 對一根手指頭不是三節嗎 大概是我兩節 兩節的範圍 但是你要... 兩節的範圍嘛 對大概兩節嘛 我手指頭大概... 兩節的範圍 但是你要去思考的是 這100到107好了 假設真的到107 這是一個最完美 7%而已 這只有7% 所以你是不是還可以找到更多的 這一個...上漲 上漲的幅度的 譬如他回踩之後可以... 可能可以拉個10% 20% 30%的這種個股呢 對我們先... 呃...這樣去理解一下說 目前假設真的到100 去...做支撐 然後再...反...反... 反著這個反彈 然後到著我們這個107的位置 對...這是一個... 呃...很值得思考的問題啦 雖然說看到畫面上放這麼大的感覺好像... 欸...感覺利率很大 不過實際上... 如果說好啦... 一檔10塊錢的個股 10塊錢拉到11塊 也是10...是10%喔 對...那... 你這一檔啦... 你這一檔好了... 你就只能買100嘛 你就只能買... 對...你再100買嘛 那拉上去這107.5 對...你才7% 對...你要去思考一下 好啦...我們就看一下週限級別 週限級別其實... 也...沒有什麼特別 主要是讓我們線更加清楚 知道說目前有機會走一個... 上升的... 三角收斂嘛 對...上升的三角收斂 那待會在月線級別那邊再畫 那邊主要呢... 我們... 是想要跟大家來做一下解釋說 從底部上來... 只要畫... 欸...隨便畫一條上升趨勢線 那如果說要跌破了 我們都要把... 這條趨勢線當作是一個... 一個...轉折啦... 和壓力 所以說... 目前可以... 看到的是之前從去年大概... 9月中旬... 這個...大概10月初啦 10月4號那一週 開始做反彈的時候 是大概一路反彈了... 呃...到... 2月21為最高點之後 就開始往下跌嘛 所以說這一波上漲呢 我剛剛所說的嘛 107這邊是壓力 但是... 從現在的畫面當中可以看到的是... 他是有一條下降趨勢線嘛 那當然... 第三個點我抓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邊算是有真正的大暴跌嘛 有暴跌下來 那這邊要不要做空 就是看個人 他還是... 蠻有機會可能會回到... 可能9.2啊... 9.3的這邊的頸線 那當然還是要看個人 好... 那就是說這一波這樣子上漲 因為明天只有再一天交易日嘛 如果說明天沒有到達的話 那可能就下週... 還是會有機會... 可能就是拉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平行線的壓力 加上下降趨勢線的壓力 再加上上升趨勢線的壓力 就是... 這邊是一個三重壓力啦 對... 這邊一個三重壓力的... 的概念 那... 當然如果說你是做多方的 拉到這邊 我建議的是部分子儀 那... 做空的就看個人吧 對... 真的看個人 那... 如果說你認為說 這樣下去 還有肉 對... 那肉很多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空 對...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月線的結構 月線的結構也是畫好 那這邊畫一個... 欸...這邊沒有畫完整 把它補上去 就是這邊拉上來嘛 然後... 它往下跌 往上... 往上漲 然後再往下跌 然後會做一個反彈 所以... 我剛剛才說 要不要做空 就看個人 會不會這一波就真的拉出去 我也不知道 對... 那如果說... 因為... 6月嘛 6月在這個地方 月線級別的話 那7月會不會下跌 然後8月才往上漲 說真的 真的是打一個問號 只是說... 在過往的一些形態學裡面 它這樣的走勢呢 是比較偏屬於會上漲的 因為從底部上來的三角收斂嘛 所以它是比較偏屬於上漲的 上角收斂 對... 不過... 就一樣嘛 日線級別... 週線級別... 月線級別... 看的東西都不一樣 那如果說週線級別在這個月拉到107 然後7月又... 7月又跌下來到這邊 那8月才... 呃... 往上漲 這個可能性有可能嗎? 還是說8月拉到這邊 因為我說嘛 如果說它越拉到底部 它其實去下跌的... 這一個... 是比較有機會 所以說... 在這一個月吧 它如果整體的三角... 三角形呢... 拉到最好是拉到這樣子的...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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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呃... 上漲的機會會比較大 就算它是一個上... 上漲的三角收斂 不過... 要拉到3 4 4 出去... 呃... 這個上漲的話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在這一個月沒辦法去突破的話 有機會... 它真的會... 往下去破 對... 是提供一個... 方向給大家 對... 那日線級別目前是... 屬於... 還蠻強勢的 對... 那你... 究竟你要去賭說它... 在目前... 的行情中馬上突破上去呢? 還是說你認為它有機會跌破 對... 這是...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啦... 連羊3014就大概講解到這邊 那... 一樣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